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V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安慰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爛器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情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又是說有,最近經常都說 制裁俄羅斯石油,當然制裁俄羅斯石油就衍生出很多問題 今次美國可能看到這些產油國家不配合 所以美國日前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就以17比4通過了一項叫NOPAT 為什麼呢? 這個挺搞笑的,因為歐佩克就是OPAT 它是NOPAT 全名叫做禁止石油生產或出口的法案 當然了 這個是為了禁止這些叫做壟斷聯盟 說到這麼出口 現在對於你們前盟友的 應該現在也算是 真的不可以說 究竟是不是盟友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傳統來說海灣國家最有米的幾個就是當美國是盟友 但是這幾個月的事情令到人家有點跌眼鏡 這個法案呢 就允許美國司法部 單獨起訴石油輸出國組織 歐佩克和他們盟友 如果你涉嫌合謀 是造高的價格的話 當然油價啦 反壟斷以及壓制導致全球油價上漲的話 你們就會受到美國懲罰 所以這條法律 美國的媒體就大大聲說了 已經為起訴你們這班不聽話的產油國 提供了法律基礎 你知道嗎?美國那些是 是牆壁管理 你管誰有法律基礎我就可以動手了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這條法律 就要阻嚇一下歐佩克的成員國 包括盟友 應該叫前盟友好一點 沙地亞拉帕 以及俄羅斯這些在歐佩克加框架之內的產油國 不聽話的話我就向你動手了 不過這樣啊 剛剛呢 你說了這麼大嘛 現在有油真的很兇 阿聯酋和沙地亞拉帕 就是女犬他們產油不肯的這兩個國家 他們就反擊了 他們就說 這條法律 你就試一下吧 可能你們看到 這個油價一升 升百分之三百 挺狼胎的 他在說我一升百分之三百 就是說你帶我嗎? 我帶回你 我帶回你 真的這樣 他們真的這樣 因為現在 都是那一句 有資源就 難聽點說 都可以叫帶什麼 所以現在真是好笑 真是好笑 NOPED這條法案 將通過修改一百或一百九零年 就是 借二萬反壟斷法 就是授權美國司法部門對歐佩克加的國家 石油輸出各組織 一堆的國家 如果你們夠膽控制石油生產或者影響原油價格 就會用反壟斷 去控告你們 你們是壟斷了 所以 就用這個反壟斷的基礎去控告你們 這部法律 其實就是在 前美國總統 西奧多羅斯福擔任總統時間 曾經用於瓦解 之前的 石油帝國 諾克菲勒 最後標準石油這家公司 當時就一分三十三 被人分開了三十三 其實近二十年來 美國國會一直都是反覆推動這個NOPED的法案 即是要看看你們是否不聽我們說 因為不聽他們說 當然現在看到什麼狀況又較高 但是這個法案 是從來沒有正式通過過的 但是在今天美國汽油和原油價格 升得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已經是為 因為它是司法委員會過了 還有很多要通過的 但是已經是得到 參議院全面審議 是鋪平了道路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一份聲明當中就說 美國人現在是 受緊歷史上的痛 這個痛就是因為 油價創新高 而面臨俄羅斯委內瑞拉 伊朗還有其他敵對國家 他們現在是受益的 他又不敢說微沙地 不過媒體就說微沙地 你不產油 不增產了 聲明也說 產油國家 歐佩克 這個組織下面的國家 控制著全球 70%的國際貿易石油 和80%的石油儲量 這種對於石油價格的反競爭 和操縱行為 是直接損害了美國的消費者 當然現在世界的油價大概是110美元每桶 美國也是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 拜登的道處要去說 我們會搞定的 因為這個中期選舉 他也只可以這麼說 而美國人對於 汽油價格 是很敏感的 你別說美國人 全世界都是 兩年之前 一加卵 不用兩元美金 現在一加卵 超過五元美金 社會穩定 開始慢慢變不穩定 當然 好像往常一天 美國現在試圖 要叫這些 還不快點剷掉一些油 弄到利用貴油 豆勢 面臨著居高不下的油價 美國一直呼籲 歐佩克 這個石油輸出國組織 要爭產 打印太 兩位 中東的 也不是少主 其實已經掌權了很久 雖然名字叫王柱 沙特拉伯還有阿聯酋的王柱 都是拒絕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要求 按照 歐佩克 之前銅鑼斯 達成的一系列 漸進式增產 是進行增產的 我們有次節目也說過 是增產43萬共 根本是不夠 所以 有近三成的 民主黨的 眾議員 就說 他們反而很直接 沙特拉伯 是我們最差的 戰略夥伴 也要求拜登重新調整和沙特的關係 採取更加強的姿態 去應渡他們 現在這條法律可能就是 一個開始 不聽話 頂你 另外 克林頓 老婆希拉里克林頓 前國務卿 其實上個月在CNN 那裡都說 他們說明 我們現在 要用這個 羅伯加大棒的政策 以前就哄下你 以前就給舊蘿蔔你嚼下 現在 好像芒果都說 是浪瓦棒 不聽話 就準備 逼沙特拉伯和阿聯酋 增產 但是你這樣逼法 會不會有反作用 不敢 看到 沙特拉伯的前情報官員 廢薩爾 當然是親王 因為國家都是他們 就說 當你說沙特拉伯 在美國面臨石油問題上 沒有讓步的時候 基本上 不關我們事 錯就錯在 你們美國自己的能源政策 不拿定 這樣說 這位 當然是王室員 親王先生 廢薩爾親王 他就說 是拜登 削減了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的決定 才導致今天油價不穩定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推動了油價上升 而沙特拉伯和我們的盟國 歐佩克加 其他產油國家 一直都有努力穩定油價 我們不是增產了嗎 43萬桶 很少 這位親王 果然厲害 王室人員也比較兇 提到希拉里克林頓 他就說 阿拉伯世界 其實 每個國家 都是主權國家 不是受到你所說的 羅伯加大鵬 這些政策 來對待 你當我你弟弟哥嗎 他真的這樣說 有能源在手 果然是惡一點 厲害 還有親王 王室成員 你帶我嗎 你帶我嗎 你想告我 我 就把你油價升到300% 糟糕 我想又不會那麼誇張 但他們這樣說都是大理 另外一位 共和黨參議員 Ted Cruz 他 就說 對於美國人來說 他就跟這些 石油組織辯護 還要明白 目前油價 錯的不是產油組織 他就說 錯的就是民主黨 哇 因為你知道共和黨和賣油的 賣能源的 賣 軍備的 是最好關係的 他就說民主黨人 現在就是努力 找個替罪高揚出來 另外一位共和黨人 John Kennedy 這個也很激 他就說 國際產油各組織 之所以擁有市場影響力 是因為拜登向石油和天然氣宣戰 他就不希望美國生產石油和天然氣 其實不是 他後來都說是可以 再去 重新去 堪探開採這些東西 另外 華爾街日報也說 美國今年 到今時今日為止 葉岩油的產量 只是增長很少 包括 先鋒自然之餘 美國馬拉松石油公司 還有 阿柏奇公司 還有 美國大文能源公司在內的生產商 第一季度國內的 石油產量 還要比上個季度下跌了8-9% 分析人員就覺得 美國石油巨頭 在拿到 油價 帶來的巨額利潤之後 當然 油價高當然不會幫你壓下來 這也是正常 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人這樣想 所以他們沒有選擇繼續投資 沒有選擇 投資當然產能不會上升 他們更傾向於 通過股息 還有股票回購 向股東派發現金 美國九大石油生產商 在一個季度中 向股東派了94億美金 比起 新開發項目的投資額高了54% 另外 如果這條NOPAD法案 得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之後 我們看看 白宮法委員會這樣說 這項立法 他聽上去應該是支持的 他就說 這項立法 將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複雜後果 當然 要研究的 不過他就擔心 會不會全球油價穩定 這個努力 會白費 現在你有什麼 你現在努力了 當然在努力中 有沒有什麼成果出來 我想問一下 沒看到了 過去20年 美國石油協會一直 對於NOPAD法案 為懲罰 或者叫起訴 石油出口國家 如果真的有了 就成為了法律的武器 成為一個 法律的基礎 他們當然反對 他們擔心這個法案 可能令到 石油輸出各組織的成員 生產過剩 就令到石油價格 變得太低了 最終就會損害美國國內 石油和 天然氣生產商的利潤 所以美國石油協會的CEO 就叫做 Mike Soumers 他就說 這條法案 會被石油輸出各組織的成員 提供 對美國公司 進行報復的一個動機 當然 現在 沙地和阿聯優 就說 你們也可以 那便升你300%的油價 果然厲害 有錢 是 厲害 是厲害 他們 這個 美國石油協會的CEO 也說 可能產生 嚴重和意想不到的 不好的效果 美國的石油 的增產 令大家低估 外國生產商 對市場的影響力 如果這條法案真的通過的話 美國石油生產商的增加產量能力 就會受到損害 當然 現在看到 對於這條法案 應該還有一場辯論 但是 他覺得得到 真的覺得得到 是的 當然 歐佩克 石油輸出各組織 有很多的反攻策略 其實 就好像2019年 沙地阿拉伯 在 華盛頓 討論 這個Nopad 法案時 威脅 要以 美元以外的 貨幣 進行石油加益 這樣就會削弱了美金的主導地位 沙地阿拉伯 還可能向美國以外的國家購買裝備 這樣就會損害 美國 國防承包商的利益 所以這些石油輸出各組織成員 真的有很多辦法 再這樣搞 限制 很搞笑 限制美國在他們國家投資 即是不讓你進來投資 又或者 只是提高 在美國銷售石油價格 破壞 這個法案 他們真的打算 是用盡一切方法 現在提高300% 都已經是驚驚的 很多人都是 美國和他們盟友 其實 要確保能源的 穩定供應 在這段時間 都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 很多人就說 這個法律基礎會 是 很糟糕 將來可能會 令到沙地阿拉伯不高興 這樣就不能談 炒了 炒價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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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